來 再來呢 來看到的是指甲的這個 月白過大 好 我們剛剛大概有講到一下 來 趙醫師要不要補充 其實西醫來講 因為在我們常態西醫 過大好像也沒什麼特別的激進產生 周一可能就是這種說法 要超過0.3 睡眠 它不要大到超過2分級 對 看起來很突兀 我們下次給大家觀察一下 是不是這些人比較神經好弱 對 下次我們就注意 對 體力差的 體力就是精神不濟的 精神不濟 精神好弱 就是要跟它精神有關係的 這個中細可以解測 除了點望整的這個 0.3公分 好 我們去看看 這也沒有侵入性的 是可以做觀察指標 所以它月牙過白的確也是不好的 對 過白就是 然後過黑就是肝腎不足 是 然後過大也不行 其實什麼都是中庸之道 是 好 過大的部分 崔芬 你有看過你的朋友 她的指甲呈現一些 什麼比較特別的狀況嗎 有 我是覺得有一些女生朋友 她們那個 就是那個減肥之後 她們整個指甲是粗糙的 然後她就長期要用水晶指甲 把它蓋住 結果我就覺得 它變成惡性循環 就是它那個不做的時候 它就整個指甲 後來是變成那個很厚的一層 黃黃的 很硬的 就是說那個硬到就是說 一般的指甲剪是剪不下去的 就是它好像變成角質增生到 很厚的一個程度 然後每一個 如果你沒有去把它磨一磨的話 你根本沒有辦法有一個 正常的指甲顏色 然後是黃黃的 有點像象牙的那種 看起來就很不健康 是 我也要提醒說 經常做這個美療指甲的朋友 當你發現指甲有一點點黃黃的時候 因為我們上面還是做一些光療 還是把它蓋住了 可是它其實是裡面會長成菌的 已經生病的 其實裡面是生病 所以當下應該是要趕快 把你的指甲去把它卸掉 讓它休息 那通常如果指甲長黴菌的話 該怎麼辦 其實指甲長黴菌的話 第一個要診斷確定是不是黴菌 確定是黴菌的話 就是我們所謂的 可能慢慢就形成灰指甲 那灰指甲的顏色 它可以白色 可以灰色 可以棕色 可以黑色 那可以變厚 變粗 變硬 甚至呢 剛剛糊糊也會有這個 對 它流線的狀態那麼不一樣 對 所以灰指甲 而且它可以整個 就是看起來是 可以從遠端 指甲的遠端 指甲近端 甚至整個指甲 都感染到這個所謂的黴菌 那假使一旦是確定是 灰指甲來講的話 那當然要治療 那我們知道來講 治療的話 它現在其實治療的 灰指甲的方法很多 包括口服 那包括擦的 那事實上其實呢 我們知道目前 很多人他大概吃藥 吃藥 比如說它是很厲害 又有肝功能是很好的話 那手的話大概治療是六週 那腳的話是十二週 這是以吃藥的模式 那基本上你肝功能也好 要抽血檢查 另外呢 有擦藥的模式 那擦藥分兩個 一個是擦藥膏 一個是擦藥水 現在還有用一些 指甲油的方式 它可以用指甲油的 那現在治療這個 大概來講的話就是 效果其實都OK 都不錯啦 但需要長期擦 所以假如你治療灰指甲 假如用擦藥的模式的話 至少要擦半年到一年以上 好久 很久 所以一定要有恆心 而且它擦藥更衷 它如果中間斷掉了怎麼辦 斷掉的話是讓效果 假如你斷的時間太長 效果就不好 而且呢 在治療的時候 你要把指甲磨薄一點 要把指甲磨薄之後再去擦 這樣才有好效果 假如你指甲很厚 直接擦上去 或是擦指甲的縫 事實上效果都不好 你怎麼擦可能 你一直感覺好像都沒什麼變化 所以一定要把指甲磨薄 再去擦 它的藥才勝出 如果它是口服藥的話 要吃多久 口服藥的話 我們手端說是六周 腳指甲是十二周 事實上其實你吃完藥 一般人以為吃完藥就覺得好了 其實不是 我們知道是灰指甲藥物 吃完之後 這個指甲 才好差不多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就是說你吃完藥 才好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才好一半啊 對 可能還不到一半 事實上有的還繼續擦藥 擦半年以上 效果才可以明顯的看到好很多 看來灰指甲是個滿難纏的病 因為它要搞很久啊 所以我們就說 這個香港腳也是黴菌嘛 對 那香港腳你也是要 給它斷根 斷得乾淨才行 有的時候我們都覺得 好像有點起色 然後就不吃了也不擦了 它還會復發喔 對啊 其實香港腳 假設是單純的皮膚的香港腳 來講的話 那一治療就要三個禮拜到一個月 好 千萬不要說一治療 有時候一擦藥效果很好 擦個一天兩天 甚至一個禮拜 他覺得效果不錯就停藥 其實這樣並沒有完全的治療 是 好 那最後請兩位專家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說 怎麼樣來保護我們的指甲來 是 其實要保護指甲 第一個就是 你要讓指甲盡 盡量不要改潮濕 就是維持一個通風乾燥的環境 另外一個呢 指甲呢 有時候可以擦一些保濕劑 在指甲的甲肉旁邊 所謂甲肉旁邊 有保濕的效果 才不會讓我們指甲旁邊 甲肉感覺 有時候搓搓搓出出的感覺 另外一個就是 在工作的時候 盡量不要讓指甲受傷 因為受傷是造成指甲感染一些病原 包括細菌 黴菌 病毒等等的 感染源的最主要一個因素 所以指甲一定要維持它 是一個很健康還有衛生的環境 才有辦法 好 文醫師 在指甲來說 跟我們身體的健康 的確可以注意一下 除了局部皮膚病的問題 指甲的紋路是不是太複雜 然後不光滑 然後指甲的形狀 看這些紋路色澤 假如你不太健康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建議來說 吃一點我們的 調理氣血的藥 像我們最近 剛才提到指紋 素紋 你可能最近比較神經浩弱 我們可以吃點小米粥 芝麻 那這個還不錯 然後身體很虛寒 手腳冰冷 加一點薑 這都滿好的 那假如你的指甲顏色 很蒼白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加一些 這個當歸 對 當歸 然後這個枸杞子 紅棗 對 它的很多微量元素 鈣鐵鎂 然後這個黃旗 檔森 熟地 然後這個核手屋 這些都是可以預防 我們的抗... 血管的抗氧化 然後預防我們的 自由基的破壞 中間都滋補甘腎 那我覺得都可以來搭配 看是從消化系統調理 還是從腦神經衰弱 都促進循環的角度 我覺得都可以有一些 養生輔助的作用 好 來 這是羅醫師提供的 那崔飛有沒有什麼要提醒的 沒有 我是覺得說那個 不要去過度的消耗你的指甲 就是要讓它休息 那現在有一些 市面上有一些產品 它是在做保養指甲的 不是美甲產品 是保養指甲的 比如說它是這個 讓增加指甲 紙原油 對 增加指甲的部分 然後像紙肉的部分 旁邊的甲肉的部分 也是都可以保養 所以有些人是建議說 如果你經常會有那個 容易 尤其是快要冬天的時候 很多人手腳乾燥 特別容易粗糙 然後有些人甚至指甲 會容易這樣翻起來這樣 這時候其實就好好的 用這些產品來 或是戴個手套 擦上凡士林 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這樣子好好的保護它 其實指甲就會 尤其是在比較乾燥冬天的時候 就可以好好的保養 讓指甲可以有正常的光澤 好 今天的健康問診是來問診的是 台南26歲的張小姐 她的這個問題是說 她經常覺得指甲容易斷裂 有人跟她說呢 你指甲經常斷的話呢 就把你的指甲剪掉 而且是剪越多越好 讓它重新生長 那就是破壞之後再建設 她想問一下專家說 這個方法真的有效嗎 邵醫師 是 其實要指甲斷裂 第一個要看 是什麼原因引起斷裂 是不是它有一直接觸到什麼東西 讓指甲反覆的刺激造成斷裂 因為可能就本身的營養素不足 比如說營養不夠啦 那指甲它可能就很脆弱 那第三個呢 是不是有些什麼的感染 比如說是細菌或黴菌 或其他的感染 那針對它這個因素再去解決 它治療才有效果 是 它這個剪掉應該也沒有什麼幫助吧 其實剪掉還是要四個 剪掉剪太短 反而容易受到一些感染的一些機會大 所以我建議它還是應該是找醫生 來看過之後確定因素 不是說去把它拔掉之後再讓它長出來 有時候一拔掉之後長出來 反而容易造成黴菌感染 來 邵醫師 的確我們的指甲一般它是比較有堅硬彈性的 假如容易脆弱斷裂的話 它的脆度增加的時候代表你的肝腎 就是說你的消化系統 你的營養素 所以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作息 是不是緊張壓力 當然西醫檢查也會看你的甲狀腺功能 看你的貧血的問題 所以要正和看 綜合來看是你的五臟六腑的問題 還是局部皮膚病 要去做一些詳細的檢查 OK 好 這個提供給張小姐做參考 恭喜你可以獲得 由台式文化公司所提供的長春月刊 三次謝謝今天的商業專家 也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 謝謝